我就觉得哲立给你 我可以拿金克斯 呃不 呃 Betty可以觉得我拿金克斯给你 哲立没关系 是 那就直接抢哲立 但是这样子的话 AL其实可以交换到 就刚刚说的像芒森 对吧 芒森其实也在外面 然后芒森金克斯 包括瑞兹 就芒森金克斯瑞兹 如果说能拿到这三手的话 我感觉就很舒服 是 因为现在瑞兹前面提到 两边都非常擅长 而且芒森加瑞兹 这个中野组合非常稳定 就是那种 你直接前面 EW接上芒森的Q 你哪怕交闪也得死 而且现在中路 也没有带进化的 对 中路没有带进化 瑞兹只要是EW开到 那个人是必死的 是的 哦 太太 抢手太太 这是球球最近的绝活 在上个BO3中 后面两场 都让对手给绊掉了 对 而且最近球球也拿了一个英雄 拿了一个NVP 是 AL这个BP是非常慎重的 每一手都是自己的绝活 那我觉得 芒森 LNG是不是可以接下来 先拿一个女毯 保住一个线上的稳定 芒森或者赵姓 二选一吧 因为现在芒森赵姓都在外面的话 确实也不着急 那把格温打下了 先拿格温 这首格温 主要最近的比赛 格温的一个存在感太高了 对 而且 而且一球拍起来 这真的是爸爸 主要这个 主要这个板子上面 阿卡丽也没有了 杰斯也没有了 就打 可能说打格温好打的英雄 其实不多了 是 金克斯 AL这边保一下 AL拿到三首 自己最擅长的一些英雄 两边前三轮都没有选打野 打野现在确实也没什么办的 对 所以说放出他特别多 不着急 对 就没有办 两边也都没有选 然后先选择了 去针对一下 读音币的家里奥 看一下是要针对上单 还是打野呢 打野感觉针对不光 就办上单算了吧 还是办了芒森 对 把芒森办掉了 小浩最近的芒森 真的使用的非常非常的频繁 这效果也很好 那现在小浩这边手里 还有一个赵姓的呀 对 那如果要办芒森的话 我觉得芒森赵姓一起搬 但这样的话 其实右边还有 可以先拿皇子的一个说法 就这三首吧 对 打野是办不光的 赵姓 AAL主动选择办赵姓 小浩感觉觉得 把赵姓办了 我有皇子 但这样的话 LNG其实可以加办皇子 那这样的话 两边就要疯狂压榨 剩下的大野英雄 是了 剩下的 还有破败网 包括最近小浩也用南枪 使用过来打野 对 破败网现在半掉了 破败网半掉了 觉得给你皇子也无所谓 皇子破败网 限制是比较高的呀 凯南 凯南确实是一张 打格温的安全 这边把康头也想留给打野 小浩是准备傻东西了 不会又是南枪打野了 但说实话 说实话 ZDJ最近 他赢下两场比赛的 他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潜在工程 最近AL他赢的比赛 ZDJ总是被放养的那一方 对 而且 他前面不用管他 小浩不用管他的 ZDJ最近有点转型 他开始玩奥恩这样的东西了 是啊 就奥恩建模这种 前期不需要管他的 对 那这样的话 他能喜欢的戴安娜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就要看中路的一个中野搭配 选择了戴安娜 加上刀妹的一个组合 哇 这个中野我很喜欢啊 这个中野配合格温加泽地 真的是猛冲 AL双C 还是打团的时候非常危险的 而且在这种冲阵型的一个 左边偏斗式的一个阵容里面 如果说AL最后一手 选择人马的话 就那就那就两边是属于一个对冲 对吧 右边是泰坦 然后再加上这个 可能人马和凯南 然后对上左边的 像刚刚你说的这三一手 甚至加上一个泽力 那现在人马拿下 这把 这个阵容来讲的话 LNZ就是进攻性拉马 他的进攻性不是前期这种进攻性 是打团的这种冲阵的进攻性 是 然后AL这边 我感觉他们拿到自己擅长的体系吧 中单和下路组合都是自己最擅长的 然后ZBZ拿个坎南自己玩 对吧 小号前面刷一刷 中期打团 AL也是拿到自己 最近最擅长的一个体系了 但我觉得AL这个阵容的话 他们的对线我看了一下感觉还蛮舒服的 中路前面有线权 但六级之后就不 对 就是 就没那么舒服了 可能左边对于LNZ来说 就是这些英雄都得等六 你发现没有 还真是 刀内六 然后角月六 包括泽力也是六级之前 出了名的没用 对 就属于 左边需要等六 没六级之前兄弟们就各顶各的都先缩着 对吧 然后包括实际上角月就是先刷 先刷起来再说 但是六级之后确实如你所说 就是这种大照流的combo还蛮猛的 而右边AL这个阵容的话 就还是一个前后排还蛮分明的阵容 对吧 然后本身在每条线上的对线来说 其实无论是两条边路的一个对线 你会发现都还蛮舒服的 但中路的话确实也是像刚刚散所说的 就是六级之后得小心的 毕竟左边这两个位置去六级抓这个光头 光头还难受 对 而且如果Forge走位不胜的话 被断媚大盗肯定也会被单杀的 是的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一局的对局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开年后两连胜的AL 以及面对到目前为止一场未败的六连胜的LNG 这个BO3 看看究竟录死谁手了 这里小浩插了一个上半区防守也回家换扫 阿乐被看到了 哇 阿乐这个走位也是很大的 但AL这边还是选择 不去管他 因为 防守下半区吧 主要一级 你想逮一个有意见的 泽利确实不好 对吧 这要PK了 看看呢 ZD要学个一的话能走 一 老这边开段去挤走 拉开再打一下 阿乐小转一点点 ZD我刚看了一下 他带了出了个萃取 没啥压力吧 可能有自信 那这样子的话 他现在 主要这波换血换完 这波阿乐直接断后了 他想再搞 毕竟前面不这样搞了 不绕后的话 很难受到 昨天六包也这么玩了一波 卡师爷 再卡师爷 两边不敢一小兵 两边插插了一个线也 直接上来 卡师要拉开 AE打了一个电鞋 阿乐这经验老道 是的 第一个好了 而且 这样的一个处理 感觉ZD最反而要被压线了 很亏 而且是多兰顿 主要是 阿乐这块多兰顿 如果没看错 他应该刚刚还带了个扶苏之风 就这种换血 你看现在凯南的一个药瓶 已经下去了 而且又是挖矿刀 阿乐这一级的一个处理 自己应该前面非常舒服了 下路来讲 感觉 AL这边是 故意放两级 由金克斯想强 相强两级线的话 是随便抢的 即使晚上线 是的 这个应该是 而且很稳的 毕竟小浩从下往上刷了 球秀可能觉得 推过去自己有危险 对 这个算是一个 陷阅的一个联动 两边的打野 其实都是从下往上刷 而且几乎能是 全刷的一个动作 中路这边 或者抢三打一套 打一个EQ 哇 杜林逼的血量下了很多 这波连招 杜林逼感觉 这个体育可能很快消掉了 但是 刀妹这个英雄有一定的续航 加上他也有多兰顿 主要小浩这边是个人马吧 他刷一圈 可能也不会去中路了 小浩这个 下路这边勾到夹子 往后接的绿猫 往前一个小走位 扭开这个夹子 两边就换换状态吧 一边是虚弱加进化 然后左边也是多了一个虚弱嘛 两边都不好阿达出现人头的 小浩刷得很快啊 这个速度 瞬间倒四 来上路 开极跑了 这边先垫住 打一个电型 再打一个AQ 这边直接一脚踹 但是踹进塔内 后面跟闪 闪现补了一发 平A之后 最后红buff烫死了 这边的阿乐 而他在 逮到了forge这个位置 先打一套 是 forge出发加速 拉开了 下路紧上来 直到了Betty Betty原地放一个夹子 给出一个进化 往后 球就稍微解一个围 那下路的话应该是 交换一波上位技能 这一波 绿毛找了一个好的机会 批出了两个上位技能 和打出不少的一个状态了 但不得不说 小浩这个刷野的效率是真高 他第一波 应该是三分出头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四级了 是 来得很快 打了阿乐一个猝不及防 前六级要打出一点点小优势 也是 我感觉 需要打出更多的时候 会比较好 因为六级之后 可能没那么好打 小浩又来了 这个线卡住了 一波闪现躲 一波闪现过墙 哇 这一波直接打双闪 上下路都打出一些小优势呀 小浩 四分钟之前的节奏非常好 但这也没办法 因为之前在BP的时候 我们有说 就左边LG这个阵容 兄弟们都得等六级 六级之前的话 没啥战斗能力吧 都得窝着 第一条龙是土龙 在上路阿乐在被击杀了一次之后 打得还是很主动啊 但是自己因为前面被击杀 交过TP 而主德章这边 一直还捏着一个T没用 阿乐这边是觉得对线 还是想抗压为主吧 出了双多篮啊 就是想硬扛线的 因为这把他应该知道 塔尔战他毕竟是一个 野河的一个角落嘛 不好去帮他了 只没自己上路 球球来了 这一波 看到继续了 应该溜了 我有一个超远距离的敌一双刀 是直接拉住了球球 现在LG也不着急嘛 六级之后 除了上路以外 中路和下路两条线 都是六级之后 对拼非常有优势的 这个时候AL也是要注意这个点 要避免去 打也不在的情况下 拼起来 这把AL还是 在对象期 只能看小号的一个 六级人马了 嗯 而且这把 看他第一波节奏要去找哪里 主要这把 金克斯下路 也没有选择说那种 哎 哇 这一个一技能好快 拉到 但是后面有一个小号的援护 杜英币也没有选择交应 反手被Forge打了一套 两边换一波雪 随后杜英币还往上走 这个果子吗 嗯 活活血 这里想卡个视野 叫好 小号过了 六分钟 绿毛觉得确实下班区很危险 也没有去 三嫂那里作演 是 这个主要是想 阴一下看看 左边会不会想说 看一眼这条小龙 嗯 过来做一个小龙视野的一个想法 刚才绿毛也很老道啊 自己没闪现 看到AL双人组 MISS的时候 没有去作演 对 AL双人组去了线上 再去作演的 就绝对不去 没有给到机会 是的 还是很细节 很老 找这段时间 确实刚上一波下路被逼双闪 确实LNG的下路 得稍微退一退的 对 稍微稳一手 那这样AL直接控龙 小号这把节奏挺紧凑的呀 很好 存在感拉满 而且又刷野树没有落下 嗯 LNG选择把这条龙放掉 那应该是要放第一条龙 准备一下去打第一条先锋 八分钟的那一波 对于LNG来说还蛮重要的 因为左边所有的兄弟 除了辅助之外 应该是都有大招的 那一波LNG 如果all in拿下 峡谷先锋的话 那么前期的一个节奏 能搬回来不少 但这个时候 先锋LNG确实可以打 但是中上的一个 伤害可能差一些 嗯 都憋了两双水平鞋 来打对线扛线的 充能完毕 上半区三打三的话 感觉还是要看哪边打先手 两边的一个先手爆发 都是比较高的 哦 他在这个时间段 来到了下半区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露头的话 那其实等于是默认放掉 上半区先锋了 绿毛这个动向往前压 感觉很奇怪 球就觉得是不是有问题 就往后撤了 哦 毕竟小号在上半区嘛 没有绿毛这边是邀请PK 哦呦 绿毛也到6了 这个时间点 那女坦多一个6的话 就看球就能不能到6了 一会儿如果打起来的话 但是两边好像都没有选择 第一时间来动先锋 这波应该 清白这三个兵 泰坦也到6 现在感觉先锋 越来越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因为现在 TP没有去 因为去边路支援嘛 所以说塔皮 基本上都是满的 第一条先锋 很难拿出 拿下一血塔 嗯 这条先锋 两边都想打呀 就如果默认 一定打不过的话 那肯定是会放的 但是现在两边都觉得 自己有一战之力 都有了打 左边六级大招很猛 右边的话 凯南现在非常厉害 他再过来 小浩已经开始散意了 但是MG这边集合得非常厉害 非常快 哦 EW先定一下 阿乐直接开启 这个四语残留 大招直接在这个地方断路 他再拿下这个先锋之后 AL还有GMR一勾 勾到了这边的一个角落 但是球就自己很脆呀 其实 这边小浩一个冲冲进来 球就这边交了闪 先拉到了一个盒里面去 反正是DUINB被一掌 踢了回来 DUINB这波没有交闪 后续的一个车 其实AL这边也没有选择在上 是开了一个空车 那DUINB用自己的一条命 换了一个先锋 这一波球就卖的挺好的 狗岛人说立马闪现拉开 然后AL上也直接拉开 直接用大招 阻隔了LNG的一个进场 是 主要这波 他再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 开大的一个位置 而且LNG这边应该的指挥 就是我拿到了先锋就走 这一波 扭的Betty被命中 但是有进化 反正是拉开 LINE这波是没大招的 没有想着再去尝试往前逼的 但这波 女坦大招换掉 DUINB的进化 同学接手了一个线 还可以 对于LNG来讲 这一波确实球球拉扯的很好 是 拉扯完之后 小浩一进场 LNG这边必须撤退了 而且LNG确实也是 完全没有过多恋战 就发现 觉得不好打了之后 就立刻兄弟们就往后撤了 嗯 但现在小浩两个人头他好肥啊 他这么肥的一个情况下 中期感觉 开团被有压力了 是 但是 出了一身肉 与此同时在下半部 这个AD位其实也压了20刀左右 确实 主要 泰坦和金克斯前面 真的没啥对拼的能力吧 主要他们下 他们前面一直是做的放线的这种打法 嗯 就最近其实L爆的金克斯 如果细心观众会发现 就是很喜欢前三级推线 推完线 450回家 直接出一个矿刀出来 对吧 但这一把的Betty 并没有选择用这样的打法 是 还是比较忌惮 女坦吧 因为女坦 最近前三级吧 我觉得最近这两班 前三级女坦真的 没有道理 如果你是这一线推的话 女坦可能反手 和你互相消耗 你就消耗不过 这里 眼睛已经看到Tazan了 现场 小号一看到Tazan露脸 就选择了断回程 LNG在等谁 哎呦 Forge这边卡着一个 河道线的祭坦视野 但是选择还是露脸了 是 LNG这边 还好在原地扫了一下呀 把眼睛扫掉之后 Tazan也知道 被发现了 还是算了 那两边各自拉开 LNG现在是比较需要 稳一手的 虽然手里有一个先锋吧 但是前面提到 不好去拿雪塔嘛 拿到来就好了 也算是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 一个四合阵容 LNG如果拖到后期的话 这个四合阵容的上限 是极高的 是 这个阵容唯一的缺点 就在于手比较短 对 手虽然短 但也可以强开吧 对 毕竟AL这边 双C没有位移嘛 嗯 白体这把 我敢于面对对面这种阵容的话 可以出一个 狂风 可以出狂风表 嗯 增加他自己的生存能力吧 是的 两边 这条小龙啊 嗯 在卡位置了 已经 塔尔坦这个时间段 已经有了火箭凹带 其实战力还蛮猛的 而 朱德章的凯南也开始往下半步靠 这一波凯南会来的很快啊 看哪边打先手了 前面提到两边打先手的爆发都很高的 说实话 如果说凯南到场的话 这一波其实LNG是一个四打五 嗯 凯南已经走到中线了 这波LNG如果接了会出事的啊 是的 我觉得 对于LNG来说 确实 如果不是第一时间把这个龙给乱掉的话 这边是LNG在那边在做指挥 上路赶紧去拿塔皮 那这样这波小龙打不起来 AL拿下第二条小龙 AL打到目前为止 是12分钟 节奏很好呀 特别好呀 真的很完美 嗯 金姐领先了不少 但这一波的话 GDZ 呃 GDZ的支援也是导致 让阿乐这边吃了一点塔皮 但下路是选择放先锋 直接选择仰LAT 那这个先锋位置被稍微卡了一下 是 但应该也没事 哎呦 他也撞出来 但LAT吃不到啊 吃不到 他在美滋滋 啊 自己也是野核嘛 是 哦 直接交大了 而且还交了急跑 三段大交完 GDZ也选择了原地去开大 两边对招大招 但是阿乐亏了一个急跑 是 这边是想找个机会 踢出了凯恩一个闪现 也是失败了吧 嗯 但是这波能打 这里自己一个踢应该 现在就要等下调先锋了呀 下调先锋 感觉这个局势还是AL小优一点啊 嗯 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 感觉LNG这个阵容需要 我觉得两件套吧 全员两件套的时候 算是一个强制器 嗯 一件套的时候脚越 和格温包括当面的一个进场 要去尝试一下 毕竟宣战 呃 宣战 LNG虽然不好 其实团战吧 但如果能打一个好的先手 也是有机会的 还需要发育一下 赖的这边三项快出来了 现在的分线有点奇怪啊 后去到下路 老是泽利跟他担待 或者有踢啊 嗯 或者也有踢 所以泽利这步退完了线之后 得感觉往上靠 不然的话 二先锋打不了 但这一波的话 就来不及回去 做这个三项了 好 这次其后又是更快一点 但 AL肯定不想放的呀 或者是踢过来 两边要接场站 但是一边看 找到球球 一套要先冠子球球 这边的话 看小号先一脚踢到 这边的绿毛 绿毛反倒先倒了 这一波LNG 第一时间辅助阵亡的情况下 这个先锋感觉要让出去了 是 而且LNG这边 当面这有大了吧 哎 阿乐还递上来 被原地一个万零点奥应给定住了 或许他更要控制 不去收到这个人头 这里 阿乐可能太急于回线了嘛 而且出现了一个破绽 这波说实话 对LNG来说 这个timing真的不太好 是 因为双C都是身上 插神话装的合成费 上单更是只有一个 诈血凭你的情况下 就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装备确实也是差一截的 确实 神话都没出来 主要辅助开辅助的话 没有开好 如果能开到C位 或者能开到小号打残 也是好的 但球球这里的话 是不怕被开的 就两边辅助对开 反倒是女坦先死 是 然后这波还想捡个占谱花锁 这波只能说 ZTC确实是 层数更高了 他想 这手的战谋花锁 想预判一下阿乐的一个动响吧 这边一直指到小号 带有个火龙果 直接把这边绿毛给炸了过来 反倒交了一个闪现 赶紧回到队友的怀抱 但是Forge开了个车 独自上车过来 反手这边轮马 大招一冲 冲了绿毛的一个金身 再一勾 勾到他在 他能过来 来了一个R想 R到三人 这边Betty的闪现交出来 但Forge没死 这边Betty开始起飞了 也满了致命节奏的一波 Betty开始在最快 疯狂的输出 赖在这边 赶紧找出闪现 躲开致命一勾 闪现画闪 这一波感觉 LG真的有点着急了 LG这波有点小爆炸 说实话 顺势可以把中坦推掉 哇 现在 这个节奏起飞了 是个波 L算大获全胜 而且Betty还能吃中医 这波Betty一波团战下来 血是满的 虽然那一波Tarzan的反开很漂亮 但是右边毕竟闪现太多了 而且 球却这个秒表也卖得很好 这个局势 如果再不稳手的话 可能 接受不了了 啊 就这一波 这个爆炸火石 一旦尴尬说实话 是的 这个走位 小走位也是 躲掉了比一窗战 而且说实话 这段时间你会发现 LG的伤害真的有点不够 是 他在这个R闪进场 然后去 给了个虚弱 兄弟们都没了呀 这个虚弱也很关键 是的 球球的虚弱 给的非常关键 这波球球其实也拉满了 Mighty 这把出了是喊妖 而是对自己走位很自信的 18分钟 现在要准备开始 找这个听牌龙 AL这波双C没有闪现啊 有机会吗 看一下一勾 先勾杜音币 反手比一双刃 这边先晕下解围 交闪 带了一个深海冲击过来 这边两边先招呼一波技能 但是这边绿毛被留下了 麦绿毛可能要推上塔 但同时AL这边小龙拿下 应该听牌火龙魂了 哇 AL打得很团结啊 特伯 ZTC直接选择TP正面 也是打了一个阿勒 这边的TP差 打阿勒上路可以减一个塔 自己的发育能好一些吧 但是AL现在听牌 这把火龙魂拿下的话 在伤害层面上 就左边可能会被扛不住啊 而且AL现在 人头的分配 人头的分配也很好 C位的一个发育都特别的好 这把的一个龙魂也是很快的呀 假装这把小号 其实控龙控得很快 而且这把其实在下路上 就是这段时间 就下半部的一个资源清洁上 一直AL都是把下半部压得很死 而且包括说中路Forge这边 时不时就往下半部再动 而且这把304的一个瑞兹 马上不时还弄 也快叠出来了 现在AL感觉 野辅要做点事情 同时LNG这边也 不想再停下自己的脚步 一直想尝试反打回来 主要是LNG一直在求战 但是这个阵容 确实也让他们不得不去求战 这个阵容如果说 一直往后拖的话 也确实容错率 没有右边阵容那么高 这里是也看到 ZDZ弹爆炸果实 没有一起赶过来 不过这个局面 ZDZ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被截住 但是AL这边很团结 想要保留下自家的上单 原地先开 QG的晕住 原地开一个万雷天老影 稍微拖一下 这一波ZDZ先阵亡 但是也打出了一波 很巨量的伤害 这波小浩先冲 另一边绿毛倒地 而Betty这个时候来到正面 戴安娜和ZD的雷尤娜都倒了 而且LAT就来走不叫 开车想拦后 Betty还没有选择 没有上车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DUINB想去找Betty的麻烦 但是 自己因为没有闪现的缘故 也很难去找 这波看一下 DUINB跟阿勒 两兄弟要对打 对面四个 阿勒这边想要找引针出射 两段给出 后面还有个虚弱 两下最终换掉了Betty 而阿勒自己一个人 双拳难敌 对面六只手 没办法 这波爆炸果实低声 没同步过去 感觉让ZDZ拖延了一段时间 然后同时 小浩这个大招也得非常好 在残局的时候 可能LNG的中上 没有想到人马还有个大招 是 主要这段时间13级的凯南 你想要快速解决他 也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且这波 已经凯南把绿毛的血量 打得很死了 加上Forge 这个时间段太肉了 是 Forge直拍能卡能打 然后ZDZ是现在人群之中 被哪怕开的大招 就被泰坦一高头 敲在地上也拉扯不了 这里想尝试打一打 但是人马这个大招 留得太关键了 神兵兵想操作 基于神兵恐惧 就没有什么输入环境了 是 两兄弟奋力换掉了Betty 但是 剩下的战场就AL打扫干净了 这波打完经济直接拉到5000 这把感觉ALNG明显觉得 我是感觉太着急了 对 就前面我们以这个上帝视角解说嘛 就感觉ALNG这个阵容需要两件套受发力 但现在估计才刚刚两件套快了 还没到 而且真的很需要就是那种很很缜密的配合 但这把的话 确实ALNG在这个急躁进攻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的配合锻炼 反观这个形式来讲 Forge现在有点小无敌 Forge已经率先三件套了 这边6-0-6 现在三件套 现在有点小无敌的样子 手里还有一个闪现 火龙魂还有一分多钟 这波LNG必须去接了 但是LNG 这个局面 AL再拿下火龙魂 LNG基本上翻不了了 但是LNG现在装备很吃紧 是 阿勒这边刚刚两件套 小面具刚做出来 这个通孔面具做出来是觉得 AL这边 坦克比较多吧 中烟斧三个比较肉的人 还没切成前排比较舒服 得靠他去解瑞兹 其他人打不动这个瑞兹 说实话 这个事业 看下一样 要不要找个机会打个牵手 这个位置被站住 一发火箭弹结 打残了三个人 再上来闪现一钩 勾到了杜英币 反手开出先锋 支刃穿过来 那伤害不太够 杜英币先倒 而里面的话 布局先进去 将完闪现拉出来 阿勒在这个位置 找了一个机会 他闪现一而闪进场 打得不错 那杀掉球队中 伤害不够 这个大招流的combo 一波没有带走对面 那么接下来就是对面的舞台了 这波打出个医患物了 那这样火龙魂和大招都有了呀 那算轮回了呀 这波团长 我感觉 阿勒这边的一个 打团的思路 真的很缜密啊 第一时间 开到了一个刀妹 凯南和人马的一个关键大招 都留着打一个防守 打一个防守反击 让LG这边真的是 想反手都没有什么 任何机会 没有任何环境去打 就凯南 确实你可以让他 作为一个反手一手 尤其左边本身手短 得往里冲 那凯南直接就地放大 包括小浩也是的呀 是的 就感觉 兄弟们开到团之后 关键大招都等着 对方出进来再说 那这样 双线成双轮回拿下 感觉这把LNG 确实有点难了 确实有点走远了 阿勒这把打得 确实是很好 无论是从前期的线上节奏 还是说后面的团战处理 这一波先行布下视野 加上球球的果断开团 也确实是非常到位的 主要阿勒现在 这把包括前两个B03 也是让小浩 每一把都很舒服 上路不会出事 下路这把该压线的时候 都不压线 都主动放线的 就是让小浩前面 安心地做他该做的事情 是 所以说小浩这把 从头到的这个节奏 确实把握得非常好呀 然后获取24分钟 三件半 这 阿勒还要上台再凶一下 现在只能往外顶一顶 再趁着AL131的时候 看能不能看一下呀 对 就硬顶出去把这个视野 推了回去 是 但AL这边也没有给什么机会 几乎在自己塔前不出来 但现在这个时候 AL131分开 而左边的话 虽然一波抱团想尝试找机会 但AL没上钩 那只能回线了呀 左边这个阵容 手大龙buff 左边回线 Forge这边想尝试PK 但玉盘这边看到了 Forge自己先跑了 确实这瑞兹发育 一打二一打三都没什么问题 而且说实话 左边这个阵容 手线很难守 大龙buff强化的兵线 现在AL只要抱团推就可以了 奥塔基本上守不了的 LNG这个阵容 确实在列室的时候 有个明显的B专 就是没有人清兵 对 Light这边也没有出巨峰 没有人清兵很快 还在做兵线 等待中路 中路的兵线一起到达 两路齐推 这个局面如果 比较理想的话 起码破两路水尖宝 我就能 LNG想要守的话 只能去开团 得打一波胜仗 对LNG来说 才有机会守着 是但Bite边有闪现的呀 一勾勾上来 直接交 交了一个先锋 想去穿BiteBite 交完闪 对立在二段 穿上来 但是原队有个万联天 直接把战场隔断了 他打完了一波之后 交出精神 但是没有办法 最多带走了 这边的一个太太之后 只剩下LNG的 剩下的上路 跟AD两人 特别减速 闪现拉开 但这个水晶先放着 再说LNG这边 是想尝试一波的 那加速力呀 Forge这边逼退一下 上来还一打个捆住 Forge一个人打两个 完全不在话下 这个情况 选择撤退了 是觉得状态不够好吧 稳一手 可能觉得BiteBite 没有双招 加四分之一血 觉得算了 L觉得稳一手 我们先破一路再说 没问题吧 我觉得面对LNG强大的对手 本身手是没问题的 这确实对於LNG来讲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 这波开的是还可以 但是BiteBite有双招 包括你看ZDC 就是 ZDC这个大招 往这原地一开 深人污近 ZDC这把唾出一个 合格的宝安 就一直在抱抱旁边 它就像那种 就是拿着一个那个牌子 就是死地正在清洁 请勿靠近 老保子一说 老保 Naz就原地开 对 就这波LNG是合了 算是四人之力想要去杀这个Betty 但是没有杀了 摸到了Betty 但是ZDC在这里真的防守得太好了 是 哎呀这把 优势这么大 而且这个指挥又这么谨慎 感觉LNG真的很难找到机会 下一波Betty没有双招 但是手握一个秒表 LNG唯一存的机会就是Betty可能走位失误 或者怎么样被秒了吧 对 然后才有一点点机会 我觉得现在要点的话 只能说是 现在Targan有闪 DoingB有闪 然后Betty没双招 这两个有闪现的单位 硬把Betty秒掉 全场聚焦于Betty的一个走位 他自己有秒秒 但是没有庞峰的 我感觉LNG想要打赢团 只有这一种方法 而且要第一时间快速秒掉 如果不快速秒掉的话 瑞兹和凯南 发育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也是可以 呃 随手接管比赛 是 老AO这边还在 卡下兵线 摸高地没那么简单 呃 这方面不用 这边一个位置被勾过回来 勾到夹子上 手不太不要吗 手不太不要吗 这边的一个闪现直接交了出来 开车转线 要推中 Betty的大招 哇 超级机死神飞带 直接带走了DoingB 哇那这波攻势可能会常是一波呀 那 LNG先减一元的情况下 这个团战更难打的呀 推到中路水晶 开始逼门牙 只能靠泽力秦兵了 直接选择EW上来 波及一马当下 打四个ZZZZ 也是选择直接闪现重进来 万雷天牢一波天雷电下 LNG全员死伤殆尽的将 AL要在30分钟之前 26比5的大比分拿下第一局了 哇真没有想到 第一把AL就啃下了一场 一场硬仗啊 而且好狠 感觉这把的一个节奏 始终在自己手上 是 恭喜AL 第一把比赛赢得非常漂亮 而且这把比赛 不得不说就是 全员状态非常非常的好 全员拉马 对尤其是 从小浩第一波的节奏开始 就 小浩第一波刷野 三分多周 直接速四 然后来到上路的这个实验点 打了阿乐一个措手不及之后